第4773集 无边无际的呼啸风声 纵横肆虐 极尽延伸 在那地平线的尽头 仿佛出现了一尊伟岸的大钟 轻轻敲响 佛道雷音传遍四叶 让人神思放空 而夜晨也受到了这般神圣力量的洗涤 顿觉无比的舒畅 那是旧日宝藏所携带的伟岸气息 也可以说是旧时代的残留光辉 夜晨在这等气息的席卷之下 保持着一丝清明 他所要寻找的就是宝藏的开启之法 不过五把天剑还不够 仅仅只能激活部分魂魄而已 并不能将其释放出来 等到八大天剑集齐之日 便是旧日宝藏 重显人间之时 他现在所需要寻找的 不过是一丝线索而已 面对此种情境 夜晨的意识逐渐恢复清醒 而那五把天剑也从召唤状态中恢复过来 看来光靠五把天剑还是不行啊 无法拼凑成完整的线索 而且禁忌颇多 夜晨摇了摇头 他想起了处在深海的轮回天剑 金光浩荡 威力无比 无愧于第一天剑的名头 唯有将轮回天剑拿到手才能一试 再搞定剩下的天剑 问题就不大了 不过八大天剑中的 烟灭天剑相对特殊 它也叫做烟记天剑 容易找到 当年战胜红天经之后 烟记剑灵趁乱带走了天剑 虽然不知这剑灵在布局什么 但如果 夜晨愿意花时间 也很容易找到 此刻五把天剑分别散去 夜晨将五威天剑收在身边 然后前往虚空试炼之地 锤炼自己的肉身与神魄 他先是以雷霆万法 催动混沌神雷 召唤出了天穷深处的秘密雷荒 于天地间乍响 光芒不绝 浩荡不息 而后再召唤出了三把剑 横跟于星空之中相互对峙 却又结成了阵法 他这是在锤炼自身的功法 轮回血脉像是一道道 涓涓细流 涌入各个经脉的端口 夜晨的肉身 也在这种冲刷之下 不断变强 不过就在夜晨 盘坐于虚空中时 在那下界与太上世界交界的地方 一道倩影悄悄浮现 而后闪现而来 质问夜晨所在的地方 与此同时 夜晨随身所携带的五微天剑 竟是产生了些许崩明 怎么回事 夜晨顿时张开双眼 有些疑惑 五微天剑沉寂了许久 现在又为何突然有了反应 不过下一刻 他便明白了 豁然抬头望向星空深处 在那星空的裂缝之中 忽然间有黑色的岩浆 狂涌而出 像是山红海啸 奔向夜晨所在的地方 可以说得上是突然而至 令人猝不及防 有人偷袭 夜晨的神色一领 他感受到了一阵 亘古的寒冷气息 充斥着浓浓的因果道运 哪怕是他 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严阵以待 什么鼠辈 敢搞偷袭 不敢露面吗 夜晨冷哼一声 身如闪电 双掌合十之间 狂暴的雷霆四散而开 化作一张张古朴的雷光盾牌 与那漫天的黑色洪流 悍然碰撞 那一道黑色岩浆 像瀑布一般呼啸冲过 几乎将整个虚空场域 都给震住了 夜晨本以雷霆应之 但谁知道 那黑色的狂暴气息 竟然绕过了他 直接还场一周 在他的周围不断盘旋 夜晨动用了轮回天眼 看向虚空深处 忽然觉得事情 有点不对劲 因为那黑色魔气当中 逐渐走出了一个人影 是他无比熟悉的人 身土宛儿 宛儿 你 夜晨刚想开口询问 但是下一刻 他就闭上了嘴 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 身土宛儿 浑身黑气缭绕 身色冷漠 目光冰寒 尽管面容身材 以及气质 都一模一样 但夜晨知道这不是 身土宛儿 或者说不是清醒状态下的 身土宛儿 当夜晨回过神来的时候 身边的五威天剑 震颤了两下 旋即快速飞走 回到了身土宛儿的身边 夜晨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大为惊讶 赶紧往后退去 就在刹那间 夜晨感应到了极其危险的光芒 顿时连忙后退 而那一股极为惊人的力量 如同山红倾泻而出 炽热滚烫 与五威天剑 融为一体 莫名的震荡气息 像是乌云那般猛然压下 几乎化为实质性的力量 而夜晨的神色 也早已经急剧变换 他催动体内的混沌神雷 双掌狠狠拍在虚空之中 随之而来的 便是闪耀的雷霆光芒 像是太阳那般璀璨 化为一轮轮雷霆光球 环绕在夜晨的身边 几乎是在短短的瞬间 这一抹一雷 两道光芒碰撞在一起 瞬间淹没了这片天地 无尽的光波升腾而起 令人心神震荡 夜晨当然不会留守 对面的神徒婉儿 已然不是本人 被一股邪恶的力量操纵着 他若是手下留情 不仅仅救不了神徒婉儿 反而自己还会搭上性命 那样一来得不偿失 在此之前 他便已经料到 神徒婉儿 必定遭遇了某种变故 现在来看果不其然 这肯定是羽皇谷帝搞的鬼 也唯有他 才会想到如此阴险毒辣的招式 利用轮回之主身边之人 来作为武器 以此逼迫轮回之主 所谓的道义和规则 对于羽皇谷帝来说 都是可利用的工具 他已经斩断了 这世间的所有羁绊 化为残暴的统治者 眼中只剩下了五道 眼前的神徒婉儿 已经变成了一具 没有意识的傀儡 他的身上 留有一丝太上世界的威压 那绝不是简简单单的 能得到的 如若叶晨猜得没错 必定是羽皇谷帝 动用了特殊的禁忌手段 将其变成一个傀儡 他心中既愤怒又疼惜 神徒婉儿是得经历了 多大的折磨 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转念之前 黑色的离火轰然爆炸 如同烟花般绚丽散开 但是神徒婉儿的气息 收缩到了一瞬间 便消失不见 这是怎么回事 叶晨顿时讶异 但旋即心头一震 但说时迟那时快 神徒婉儿的身影 来到了他的面前 汹涌的威压冷冽 而又狂暴 直接来到叶晨的面前 让其根本喘不过气了 无微天剑如恶魔般降临 一瞬间生杀鱼朵 宛若一只从深渊出来的 修罗魔王 让叶晨笼罩其中 邪恶的气息扑面而来 化为天影 层出不穷 叶晨连忙后退 沉着应对 他根本来不及多想 因为神徒婉儿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在变成傀儡之前 神徒婉儿本就是以速度渐长 再结合力量 将这二者的特性爆发 可以说在年轻的剑修当中 都极为罕见 但现在神徒婉儿的速度 又上涨了一个层次 几乎沦为疾风剑修 出手间 疾风剑影 滔滔不绝 狂暴如潮 叶晨连忙后退 可这样下去 不是个办法 此时的神徒婉儿 已经放弃了防御 完全专注于进攻 大量的黑气 将此处虚空包围 风得密不透风 所以一时间 外面根本无法感知到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婉儿 你还认得我吗 叶晨在躲避的同时 还试图与神徒婉儿沟通 唤醒他本体的灵石 多次呼喊 却没有任何效果 傀儡的攻击 反而变得越来越猛烈 而叶晨只躲避 不还手 终究还是被五威天剑伤到 五威天剑的锋芒 击战而下 锁定了叶晨的退路 而叶晨只能咬着牙 应接下这一击 震荡的力量 像是汹涌的巨兽 咆哮不停 骇然而至 深途婉儿的实力 比起清醒状态时 还要更为勇猛 即便叶晨以血脉护体 也被莫名的力量 给击得连连后退 太上的力量 还是可怕 果然对夏季的灵力 有克制作用 也可以说是碾压 不过 天道为何 没有限制那力量 难道是因为这力量 在深途婉儿身上 而深途婉儿 沾染过多了此地的因果 叶晨后退至远处 调整呼吸 恢复状态 同时心中 亚裔不已 深途婉儿 迸发出的力量 蕴含着 太上世界的本源 比起夏季来 要强上好几个档子 叶晨静坐而立 他体内的轮回血脉 正在缓缓转动 汇聚到了气海当中 他要尝试着 控制住深途婉儿 再想办法解除那道禁忌 说时迟那时快 叶晨再度睁眼时 眼眸之中 已经蒙上了一层 朦胧的红色 释放出 精心懂获的力量 朝着深途婉儿 所在的地方 席卷而去 他要凝结成 轮回绳索 暂时捆住深途婉儿 令其无法动弹 深途婉儿不能说话 但其所发动的攻势 却是十分的凶猛 几乎是眨眼之间 就来到叶晨的跟前 不好 叶晨当即心中一惊 如此近的距离 他可不好施展轮回绳索 不过此刻为时已晚 他只能再次硬撑着 挡下了深途婉儿的见光 即便他拥有轮回神区 也经不住这般折腾 喉咙一甜 鲜血顿时溢了出来 真是该死 叶晨心中愤怒 却无可奈何 他想解救深途婉儿 可对方却像个 只知道进攻的机器 不知疲倦 连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而且他现在还身负伤痕 得再找个休息的机会 快速动用八卦天丹术 和天仙锦礼超 调理才行 一念至此 叶晨不再犹豫 分出了几道雷光 化为雷霆亭杖 挡住了对面的黑光 雷光闪烁 漫天遍野 亮光升起 将此处照得如同白昼 而正是借着这一缕光亮 叶晨看清楚了 深途婉儿的模样 他虽然面无表情 神色冷漠 但是脸颊处 有泪痕划过 那道泪痕 如此突兀刺眼 仅仅瞬间 便让叶晨浑身一颤 紧接而来的便是浓浓的心疼 与愧疚